人家有少人跟我说 要钱是保姆 要钱是打工 老伴之间谈不上要钱 给老伴开支那样 所以我最反对要钱 跟你一开始就是 今天吧 你说的情况 我完全可以接受 为啥转变了 叔叔 为啥转变了 为啥转变思想了 转变思想嘛 因为 感情需要投资 老年相亲奇葩好笑是 动动发财的小手指 点赞关注热呵呵 更多有趣精彩视频等着你 大爷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咱大爷吃钱 那可是反对要钱 这可倒好不但不反对 反而同意大妈的要求 这咋回事呢 叔你好 这是早就下来等我了 是不是 是哪个楼啊 这个就是 那走吧 今天相亲的是张大爷 七十八岁 丧好 教师退休 每月退休金五千元 有住房 无负担 大爷的执着 在所有来相亲大爷当中 那可是名列前茅 为了争取相亲 见面机会 大爷可是在三天之内 给咱红娘愣是打了十八个电话 不愧是大爷啊 知识改变命运 哎呀 知识啊 知识改变人的命运 我啥也不好 既不抽烟 也不喝酒 也也 麻将都不打 啥也不干 有时间我拿着书 做这点的判 叔叔你说知识改变命运 敢没改变你的命运呢 改变 改变 咋不不改变呢 有很多通过知识方面 来决定你的生活 处理一些事物 那就是改变命运 你没有知识处理事情 你水平低 长大爷不光爱看书 更是喜欢收藏 记录的明明白白 就是这严谨又好学的进儿 大爷从老师做到校长 工作中顺风顺水 背后必定有个女人在支持 这么多年都是老伴 把家打理的井井又调 可是好景不长 大爷的老伴因病去世 临走时还不忘担心大爷 贡献很大 我儿子生儿与女 桌上桌下伺候我吃饭 这些一点一滴 都铭记在我心中 他能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吗 那不可能 见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 够了就很够很够的了 所以我就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这个主要是记录 梦里的片段发生的事 梦里的 你看记多少 做梦 做梦的 做梦的 这都2020年6月24日 这个梦是6月24号做的 他历史 他说我还有很多 对不过你的地方 我说别说了 我不能再跟你做饭了 我最奠意就是你吃饭问题 临终最后的结果还是 我就垫进吃饭问题 大爷老伴在世时 从没让大爷下过厨房 而后在饮食问题上 都是儿子在照料 但由于工作太忙 只能抽空来看看大爷 所以想着为了孩子减轻负担 便决定寻觅的老伴 共度晚年 可是没想到 相个心还这么一波三折 叔叔你知道吗 你最多一天给我打了十一个电话 十一个电话 连打了三天 就是为了追回这个事 我对他好感有三 他不介意 我耳朵背不介意 年龄大 不介意 更主要的 我给黑龙江回来 他说你回来咱们就见见面 没说见面说啥 你给烧的信不是吗 让你休息几天 这休息几天休息坏了 一休息十多天没消息 我给你打电话 完了 风云突变 他要去陪护去 哎呀怎么也不行 你说三月两月 最后半年 哎呀我说半年 我等怎么也不行 当时为啥说等半年 你都同意 为啥那么相中 问题是啥呢 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 你讲理想 没看着吧 这话吧 听其言观其行 我叫他挺 善解人意的 光是十八个电话 不难看出为了和大妈见面 咱大爷可费老劲了 就是不知道大妈拒绝后 咋又同意见面了呢 阿姨 说吧 小点声 咋的 小点声 不见有认识人啊 咋的有点不好意思啊 相亲的是苏大妈 69岁 丧欧 名下无房产 租房居住 月收入500元 这刚见面 大妈和红娘解释事情的来由 因为妹妹家有事 最后为啥同意相这个亲 大妈是这样说的 那是怎么考虑一下转变想法了呢 那我就这么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先生你也跟我说了 说他对我挺的什么的 所以这份情意 我还是想看看他 他的爷爷奶奶现在在那 所以就是说的 我还是想把我自己的事解决了 这么想 一来是因为大爷那十八个电话 二是妹妹找了亲属帮忙 所以在拒绝和大爷见面三天后 大妈再次联系红娘 决定见见这个执着的男人 随后红娘便带着大妈 去跟大爷集合了 这两位也算是终于见面了 第一印象都觉得不错 叔叔 叔叔叫张子复 你叫苏秀英 不用介绍了 我早都知道了 在我本儿早都落户了你 落户了 岁数大了 挺精神 还有精神头啊 还行 和照片上感觉一样吗 比照片精神 眼圆还行 我开始跟她说了 我对眼圆要求并不高 虽然大爷能够做饭 能过日子 过得去就行 大爷没别的要求 一顿饭就能解决的是 随后大爷迫不及待 跟大妈介绍其中的由来 给咱红娘夸的不好意思了 那嘴巴巴的不停 更是表达对大妈的心意 有几点呢 使我非常悸动的 勾入我的心里就是 不介意 这个女人能包容 能容量宽忽 耳朵背巴不介意 啥都不介意 岁数大不介意 所有这些 未度咱们时间最长 咱们的故事最多 咱们的伙伙最鲜艳 好 这是吧 对你我感情 和心里状态的一次 考验 能够经得起这次考验 以后在一起生活 什么风浪 什么坎 都不在乎 都可以过去 期待已久的见面 这一刻给咱大爷整的 那可老开心了 自打大妈几乎开始 大爷的嘴 那是一刻也不闲着 更是让大妈感动 大爷可真会烙啊 照这么发展 我看都不用红娘说哈 但实际问题 该烙还得烙明白 接着大妈便问大爷 你有啥要求 有什么特殊条件 一身体没病就可以 二呢 最简单女人都会 能做饭 就要有几个 不像我不会做饭的 能给我做饭 那孩子总得给你做菜呀 就是说 哎呀这一段 三天不来炒菜的都少的 戴着安全帽 穿着衣裳 我一看孩子 要不远见 我都不想找了 这孩子复旦也退到了 经济上没有问题值得我 就生活着直到我不会做饭 哎呀给爸爸操这个心了 三顿饭呢 早晨呢 你吃三顿饭呢 三顿饭呢 我吃两顿饭 大妈一听 张大爷一天三顺不能少 变难住了 大妈可不是能起大嫂的人 此时大爷能接受吗 那个都是小事 不是 我跟你 我得跟你说说我这毛病 那不是毛病 那是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另外早晨嘛 我起来六早晨 早晨就 稍后开始又打一个鸡蛋 喝点鸡蛋水 完了热个大饼很简单 你要早晨不起来 早晨我可以做 那很简单 很简单 她是老年生活的 我是晚睡 晚起这样子 阿姨都是几点睡啊 哎呀妈 我都睡了多点钟 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 早晨完就睡早觉 但是慢慢一点点的磨合吧 磨合 我这么多年了 因为都自己 自己想咋的就咋的 这个是自由的 要想找老伴 就得这样配合 大爷找老伴 就是能照顾大爷的一日三餐 但大妈的生活方式 跟大爷那是差的挺大 即便这样 都不用咱红娘帮忙 俩人都给彼此做让步 食言都可以慢慢磨合 这便大爷生活得以解决 可大妈也有要求 就是到一起了 能不能给存点钱呢 我有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工资 要有工资 我告诉你啊 你的日常开销 你不说吃喝拉撒 日常开销 都有我完全负责 这是定下来的第一个人 你要要两个呢 我也肯出 最开始的时候 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是反对对方要钱 对我最反对 因为啥呢 人家有少人跟我说 要钱是保姆 要钱是打工 老伴之间谈不上要钱 给老伴开始这样 所以我最反对要钱 跟你一开始就是 对 今天吧 你说的情况 我完全可以接受 为啥转变呢 叔叔 为啥转变了 为啥转变思想了 转变思想嘛 因为感情需要投资 感情投资不知道吗 那些我要钱 我都一言拒绝了 这个为什么断了 还连上呢 我就觉得 从你的对我的 稍过的话 我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 我说这个人吧 还是可以理解的 还是可以肯定的是个好人 所以我就有个决心啥呢 好人一声平安 好人在身边 不愿意走 最后还没说到点子上呢 说吧 给你两个钱要多少钱呢 千八百 千八百得行 八百吧 八百一年呢 一年我为啥说八百呢 一年十二月我给你一万个钱 一万行不行 你要不得就 你吃鱼一项 我就给你涨二百 一千 你再吃鱼就不能 不能涨啊 哎呀 大爷你可真行 千八百 最后说八百 咋想的呢 大爷想想的不行 再给你涨二百 一月一千这成不成 大爷你当这是拍卖会啊 咱也不知道大妈是忽悠住了 还是咋呢 也同意大爷的想法 大妈早年为了家庭放弃工作 随着爱人去世 生活问题也是大妈的一个难题 如今有了大爷的保障 大妈心理也有了底 眼看各自顾虑也都解决了 本以为相亲成功 可这手刚牵起来 又出岔子了 都留个微信 咱俩得聊试试 还聊吗 那不聊咱人干 哎呀那现在就得过热了 不是还能喝 那不行 那个 那咱也得一个月到俩 我说啥呢 那不行 磨合 咱俩吧 绕着这么长时间 就一两个月了 这都是磨合 磨合磨合展开 咱俩没看着人啊 这是咱刚看着 不磨而合 不用磨就合了 已经磨合了 咱们磨合多长时间 咱们的你听我说啊 这个吧 我这个有一个想法 但是吧 咱们经过电视台 所以都走到一起 那咱们不能说的 完事了 咱俩就到一起过日子 咱也得得说 互相了解了解呀 有个微信了 是不是得落落 那我是一下子 就来跟你过日子 那以后的生活 你说微信吧 我都不会整 我都不会整 就是落磕呗 打电话也可以 我非常不喜欢打电话 你们 听电话吧 我 电完档汗 我得把他宰下来 听电话 有的时候你不说 你喊着说不声 我我很忌惠打电话 哎呀 大爷你可真急啊 你倒是不建议 咱大妈可不能这么随便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 大爷很是不理解 随后红娘跟大爷解释 这才同意先了解 接触试试 不得不说 大爷这股猴急进儿 真是佩服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对 这 就是